我们紧接着来谈保健 那因为保健西医没有这些方法 指的大概就是指中医跟原始点吧 我们来看下面 如此处理不仅能延缓衰老及预防疾病 还可使虚弱的体力或受损的组织得以恢复 从而达到保命增瘦治胃病 及间接良率疾病的目的 所以保健是医学不可或缺的核心 原始点的保健方法与中医大致相同 可分为内治法、外治法及其他 内治法与外治法主要是靠药室之内热源 与温敷之外热源并需结合诊断 即配合其他方法 包括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间接疗愈疾病 好 你看喔 保健要不要透过诊断 要不要 要不要 认为要的举手我看一下 哎呀 我这个在变医师是都有讲啦 你看喔 外内热源有没有 如果你是他处体伤 那这时候外内热源 要温敷哪里 要 比如你脚踝痛或膝盖痛 那按推臀部有效 确定是属他处体伤 那这时候保健的手段也要温敷啊 因为我们说原始点是整体的啊 那这时候是温敷在 屁股还是温敷在膝盖 有人说膝盖 不要气我好不好 屁股啊 了解吗 只是李温敷屁股喔 很多人不解会骂你而已啦 我明明膝盖痛 你却贴在屁股 有没有贴错啊 因为即便你去中医诊所 你膝盖痛他也不会贴你屁股 只要贴屁股的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原始点的啦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啦 对不对 那如果是患处体伤 譬如你揉屁股没有效 那膝盖痛要贴哪里 这时候贴膝盖 所以保健要不要诊断 要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 所以跟西医的保健是不一样的 原来我们已经精细到怎么样 不止医疗 它有两个概念 医疗必须要有诊断跟治疗 原来我们的保健也具有什么 诊断跟治疗耶 开玩笑 这是绝对西医想不到的 我们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啦 所以我才说必须要配合诊断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 保健不是随便的吃保健品 没有 还是要具有诊断啦 好 那我们继续下一页 必须结合诊断 有没有 内外热源都要结合诊断啦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内热源要不要 我也稍微解释一下 内热源我们已经应用在怎么样 刚刚在重病处理的时候 为什么要配合诊断 它腹部很不舒服啊 热源进不了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灌肠 要啊 那不就是我们的诊断嘛 所以我们怎么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 一定要赶紧 这个是患处体伤 因为揉了没有效嘛 温敷也没有效 那确定还是患处体伤 那直接要送到患处去啊 所以就有灌肠 那这个就是内热源的 延伸的应用 所以要不要有诊断 当然也是要 所以你们刚刚看 是不是只有外热源需要诊断 没有 连内热源都需要诊断 好 再看下来 好 这里刚刚也念了 就不再讲 这个在重病处理已经都讲 我们继续看下来 通过姜汤灌肠 涂抹或喷鼻腔 口腔 以及姜汤清洗眼睛 阴道 尿道 膀胱 使热源直达体内 直接温暖器官 换言之 通过变病症 之体伤位置 可将外内热源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以达到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故能加快自我修复 重回健康 这个应该看得懂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好 除了比较特殊的内热源 用来像姜啊 这用来灌肠啊 还有洗眼啊 阴道 种种 那个叉直接可以到部位 所以它比较快速 但其他的保健方法 就不一定有了 比如 充分休息有没有 充分休息有没有直接 对哪个部位 没有啦 心态调整 良好的心态 那有没有对局部的 也没有嘛 那一般的运动 一般的运动 有没有 一般的运动是没有 特别针对哪个 所以 虽然它没有针对局部 但能不能间接治病 确实也可以 但是要怎么样 持之以恒 因为它整个体质改善了 身体就会完全恢复 来自我修复 但时间要怎么样 比较久 如此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闲久 所以你们如果懂了 每天都要保健的 也就每天要运动啊 然后每天哦 即便再难过 都要笑一笑啊 即便客厅了很枯燥 我也要笑一笑啊 不要难过啊 反正都熬到第三天了 是吧 这样 这样笑 心态好就好了 就不会消耗热了 好 那这个都需要怎样 持之以恒 哎 久久就有这种效果出来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至于西医的诊疗方法 虽可直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快速解除异常 即疾病症状 但它却没有中医寒热体质 即原始点热能不足的概念 不知要用外力热源从因改善体质 以达到间接致病 及延长生命的目的 简单的讲 在这里已经表露无遗了 西医有没有保健的 没有啊 真的是没有 他这些 他不懂得中医的有体质这一说 也不懂得原始点的热能不足概念 哎 所以他不可能利用外内热源 来处理这些问题啊 好 所以我们看下来 最后一句 故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只有医疗之功 而无保健之效 这就是结论 他有医疗 他的内治法或外治法 都是为了解决疾病 都是医疗的手段 但内治法与外治法 都没有保健的功效 因为他没有热能的概念 这就是足以说明 像你们住在美国 就很容易见 比如说生产 东方的思维生产后 要不要补啊 要做叶子啊 要补啊 但是在这里 你问这里的医师看看 要不要补 不需要 生产完后 可不可以喝冰水 可以 可以哦 这个你们最知道了 所以他就是没有热能概念 感冒可不可以喝果汁啊 也可以嘛 这个完全是违反了 我们补的概念啊 补就是保健的功效 所以这样你们就知道 确实是没有这些概念 西医出来 他就是完全走医疗的普及 好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下一段 由此观之 就医疗而言 西医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具有医疗功效 中医与原始点的内治法则否 就保健而言 中医与原始点 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具有保健功效 西医的内治法与外治法则否 好 这里哦 要让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里是一个结论 就医疗而言 西医不管是内治或外治 有没有进行医疗功效 通通有 但你看哦 中医原始点 内治法有没有 没有 他的内治法 但这里我少写了一个 他的外治法 有没有医疗功效 所以还是有嘛 这里虽然没有写 但他的外治法就是有 啊因为有 所以他跟西医一样 但我这里是说 就这里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提出不一样来 所以我就只有写 中医原始点的内治法 没有医疗功效 只是一言带过 了解吗 好 那我们保健的功效 刚好相反 中医原始点 不论是内治与外治 它都具有保健功效 所以我一再讲 中医啊还有原始点 它很重视什么 保健 它连外治也是保健 外治内治通通是保健 它都具有 只是在外治法 它多了一个医疗 就这样而已 好 那西医刚好相反 它西医是很极端的喔 它如果是医疗 它就不是保健 它就只有走一条路 所以它只有怎么样 内治法以外治法 好 它既然是一个医疗 医疗必须要有 诊断以治疗 那诊断以治疗 它中医原始点 以西医 它们又有什么差异 我们来看 就诊疗而言 中医以原始点 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故从因治病 既不需仪器检查 也不用处理异常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故从果治病 不仅需要仪器检查 还要治疗异常 此为中医原始点 与西医 值根本差异 所以就诊疗而言 我不批判它 这里没有什么批判 只是点出问题来 就是中医跟原始点 是以症状的 从因治病 那从因治病 要不要仪器检查 要不要 前面已经讲过 绝对不需要 那要不要处理异常 也不需要 那西医呢 是以仪器检查 为主要诊疗对象 那所以它是从果治病 需不需要仪器检查 要 它绝对要 要不要治疗异常 要不要 当然也要 所以 这只为中医原始点 以西医之根本差异 所以很多人讲不清楚 这三个医学到底差别在哪里 就在这一句话 已经把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了 虽然很短 但很重要 这就是结论 这样看得懂吗 我讲了已经听懂的举手 我看一下 哦 原来你们默默在听 到最后结论才举手 要不然我会怀疑你们 不是睡着就是五十间了 好 那这样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既然医疗与保健这么重要 是医学的两大支柱 那到底哪个比较重要 我们继续看下面 治疗疾病的目的 首先是保住生命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而热能正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由于体伤表现在症状 热能反映在体力 故生病时 与其外求医疗 从果处理体伤 以手术打针吃药等方法 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 不如内求保健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以运动 调心 温补等方法增强体力 如此不仅可以保命 还可以间接疗愈疾病 综上所述 可见治疗疾病 保健 比医疗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生病的 你们如果看完这里 你们就知道 生病的时候 是要往外求还是往内求 是往内求 这个就是原始点跟西 最大的不一样 因为它相信人体 本来就有治疑力修复力 所以你一生病的时候 你应该是往内求啊 既可以保命 还可以间接治病耶 你往外求风险很大 这里已经看出来啊 所以这个也符合怎么样 如果你是从因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从解决事情也是一样 行有不得一定要怎么样 反求诸己啊 道理一模一样啊 所以我们做人做事是这样 那为什么医疗会读外移 这些道理呢 不可能 所以你读通了原始点 你也懂得做人的道理了 今天学不会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啊 是因为你们在学的啊 是吧 好 这里应该看得懂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二 内置法 在内置法中 药食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药素 药性与成分 此处药性仅指药食之寒 凉 凉 温 热之特性 此 两者皆可影响热能作用 与组织器官运作 但药性主要是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达到保命增瘦 及间接治病的目的 故随保健 成分主要是从果处理体伤 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故随医疗 这一段第一个 它的目的是要解决上面 我们在谈医疗的时候 为什么西医的口服 具有医疗功效 有没有 它们的药 那原始点跟中医 为什么只有保健 而无医疗功效 有没有 这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药食里面 药食本身 它里面一定具有成分 也具有怎么样 药性 它里面两个都有了 所以当我们在吃这个药食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影响我们的身体 谈成分 就是要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那谈药性呢 它比较着重在怎么样 改善体质 就差别在这样 那古代中医 从皇帝内经就开始有了 那时候有没有像现在科技那么进步 绝对没有 所以它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个药食 抽起里面的成分出来化验 然后甚至萃取它 然后溶缩研发成西药 像这样有没有办法 没有 所以中医比较强调的是什么 药性 我跟各位讲 所以为什么中医有什么温补药 那温补药大家最熟悉的 比如说四五汤 八真汤 十全大补 补中益气汤 有没有 胃腹八胃丸 这些全部都是温补 这些古代很多人都这样吃的 只是你们现在已经不吃这个 你们现在很多人开始吃 维他命ABCD了 是不是 那如果吃维他命ABCD 简单讲就是吃什么 成分 那如果吃刚刚我念的这一些中药 就是怎么样 药性 那很自然的 这个东方医学跟西方的医学 最大的不一样 就在药室里面的一个着重在什么 成分 一个着重在药性 注定两条路是不一样的路 他们注定已经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有这种味道 但是很多人要把它硬强调说 中西医要整合啊 可不可以整合 他们的路完全是不同的路 怎么整合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个整合就是不像啊 你要听中医的还是听西医的 中医的就讲药性 西医的就讲成分 他们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谈医疗 一个是谈保健 你叫他怎么办 然后好吧 如果要整合 那就是怎么样 不是整合起来两个变成一个 综合起来有化学变异反应 不是这样 而是两个怎么样 你来看病 一个给你西药 一个给你中药 然后医疗与保健都做到了 是这样吗 这样还要整合吗 没有这回事啊 所以很显然你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一个 这个是必然要走的路 因为西方刚好就在科技进步的时候 他们利用了很多科技 所以他们即便在药物的研发上 也已经慢慢走向围观的成分下去了 那药性是它什么都帮你调养 所以它比较怎么样 中医常常讲它是比较空观的 有没有 也是这样来的 那你从源头来讲 很多道理 一听就慢慢明了 那一个药室里面都具有成分跟药性 尤其药性最明显 比如辣椒 哇那热的药蜜对不对 那如果像西瓜汁冷的药蜜 那夏天很多人就希望量一下 是吧 道理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有这个药性 不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很明显区分出来 那成分不是喔 成分就比较复杂 它有什么成分对某个局部 组织应关特别有效 然后它把它抽起出来 所以你睡不着没有问题 我给你一颗药 你就昏昏易睡了 你现在哪里痛 我给你一颗止痛剂 你就好了 暂时缓解了 你尿不出来 我给你一颗利尿剂 你就尿出来了 有没有 就局部 它改变组织局部的运作 来达到它要的 那这个就是成分的 成分的功能 好 这个应该看懂喔 经过解释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生活中常利用药食之成分 药性来调治疾病 即保命增兽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深入分析 含量性吸药通过其成分 可从果处理体伤 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所以它具有医疗治病功效 这里含量性吸药 我们在医疗那边 已经都有讲 所以这个不难理解 所以我们生活中 在吃药的时候 吃一些 也不是药啦 一般的食物 好 它里面就一定 还有一些吸药 这里面具有成分 还有药性的不同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成分 与药性不同 用来调治疾病 还有怎么样 炎连易受 所以这也是里面 已经含有怎么样 药性含有养生的功能了 好 那西药它是这样的功能 那我们进一步 再来看下面 但含量性食物 却不能有效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所以它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好 这一句也蛮重要 所以含量性食物 它如果不是萃取它的成分 像西医这样 那任何的含量性食物 它有没有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医疗治病的目的 有没有办法 绝对没有 所以如果能达到治病的 只有西药 很明显的 那一般食品啊 这些通通通没有 只要不去萃取它很难 那它有没有改善热能不足的功效 这些含量性食物 含量当然就没有啦 能改善热能不足一定是温热性食物啊 所以这样含量性食物 几乎就可以做出一个结论了 它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这已经是确定 所以你们别以为吃什么一定 都能够补什么不一定 甚至吃错了还会伤身 好继续看下去 举例来说 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之法 诸如 碱性食物 未可改变酸性体质 生机饮食 未可保全营养成分 人造维生素 水果酵素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西药等多数含量 且皆聚焦在成分而非药性 其中属医疗者 仅有除疫苗外的西药 疫苗即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诸法 其成分既无解除症状之功 其药性亦无改善体力之效 不仅称不上是医疗 也算不得是保健 这一句很重要 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们来看上一页 我这里的举例就是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 养生保健的概念 最流行的 有没有酸碱平衡这一说 我相信你们在美国应该都有听过 酸碱平衡 那酸碱平衡是治病还是保健 是医疗还是保健 那为保健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那为是医疗的举手我看一下 都不是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我们来一个一个分析好不好 你其实在日常生活 因为西医的世界里面有讲 他们都是由西医来制定医疗政策 他们说过你不是西药 你就不能说是什么 是治病喔 如果你治病我就违反医疗法 我就取定 所以这些食物不管你什么 讲的天花乱坠的食物 包括酸碱平衡的这些食物 酸碱平衡就叫你吃坚果啦水果啦 有的没有这一类喔 只要不是西药 你通通不能称为医疗 所以他们一定被迫说成怎么样 保健 但问题来了 保健一定有一个 最重要的要素是怎么样 它是温热性有没有 那问题来了 它有没有温热性 没有啊 它叫你要多吃水果耶 水果没有一样是温热的 全部是寒凉的 像这里盛产那个水蜜桃是吧 好吃的很啦 这个季节啊是吧 但它是温热的还是寒凉的 我这个人是这样 好吃都是温热的 想太多 别想太多 好 开玩笑啊 我条件还不错可以吃啊 如果是体力差的 你吃了也有时候就会出问题啊 好 那所以很简单的 它被迫一定是讲保健 但事实上它没有温热的概念 所以它根本是在谈成分 为什么 它有一句话很重要 它说 人之所以会生病 都是酸性体质有没有 所以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 来改变体质 那这样说来 它是要治病还是要保健 它根本明着就是要治病 只是因为受制医疗法 所以它说我是保健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要不然它怎么能够这样说 生病的人是酸性体质 所以要多吃碱性食物 明明是在玩成分 成分就是谈治病啊 西方的思维 没有保健的这两个字啊 那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受制医疗 他们不敢说治病 只好说保健 那保健又要温热 他们又不知道 又用寒凉 所以它可以 几乎可以做一个结论 这些理论 既非医疗 也非保健 简单 但是很多人就相信 不过好像最近报纸有在报 说这一个研发这一个的人 他最后好像被告了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报纸 他也承认 这可能是自己扯的 好 另外还有流行台湾好长一段时间 生机饮食有没有 你们有听过哦 应该听过 我太太那时候得癌的时候 正是生机饮食 横行天下的时候 我们也受影响 都要有机 甚至说为了 要吃到这些生机的 要有机 还要赶快运过来 然后不能煮太久有没有 如果煮久了 他会破坏里面的什么 营养成分 维他命ABCD就不见了 所以 他们认为要养生 就要多吃维他命ABCD 就不能久煮 这就是生机饮食最重要的概念 是不是这样 所以生机饮食是在谈成分 还是在谈药性 啊 是谈成分还是药性 成分嘛 这样你一听就知道 只要谈成分的 就是西方医学的原性 只要谈药性的 就是东方医学的原性 这样就很容易分了 因为药性 就是看这个东西的寒了而已 不需要仪器来检查 要仪器抽取它的成分来研发的 那是西方的思维 这样就很容易分辨 所以你们在吃生机饮食 这个是不是中医的概念 是不是 绝对不是 这是西方的思维 好 那生机饮食很明显 它是保健还是医疗 哇 因为它是活在西方 西方创造出来的 所以它绝对不敢称医疗 所以它对外的推广 一定是谈什么 绝对谈保健 我敢跟你们这样讲 所以你们养生的时候 就会 现在也影响很多素食啊 我看素食餐厅都有一些 生菜沙拉这一类的 有没有 那就受这个影响啊 到现在这个还是在啊 那你日常生活随时都会碰到 好 那我们来看 它既非医疗 因为它已经不敢说是医疗了 那是不是保健 你生食的蔬菜 是药性是寒的还是热的 寒的 所以它有没有办法达到 保健的功效 也没有 所以 它的结论应该是怎么样 它既非什么 既非医疗 也非保健 所以你们吃生鸡饮食 就别想太多了 也不要管 如果要保健 如果身体好 吃一些没有问题 如果身体不好 我建议还是把生鸡 这些蔬菜 拿来煮一下比较好 好 那再来 人造维生素 也就是我们的什么综合维他命 维他命ABCD 我相信你们在这里 应该有人还在吃 有买来吃的几宿我看一下 喔 还不少耶 那你们吃是当保健用 还是医疗用 喔 你们也是保健 因为活在西方 不可能让你们说医疗 对不对 这个是必难的 但是你们说维他命ABCD 是保健 那是睁眼说瞎话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是在谈成分 成分的思维就是医疗 只是被医疗政策教育你们 因为大家都要避开 包括厂商也要避开医疗 所以他们只要包装成保健 要不然他们说 哎呀 你胃肠不好 要多吃B群有没有 你眼睛不好要多吃维他命A 你什么不好要多吃维他命C有没有 那不就是致病不是致病是什么 不是致病是什么 好 那你拿来说保健 又一个问题 这些维他命 是寒还是 温的 我告诉各位是凉的寒的 需要制作出来的 全部是寒凉没有热的 那所以结论喔 你们在吃维他命ABCD是吃什么 既非医疗 也非保健 所以你们已经说是保健 又达不到功效 所以都达不到 所以是白痴咯 没有 我没有骂人啦 我是说白白痴的 但没有任何功效咯 是不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啊 好 那再来 水果酵素 很多现在都做酵素的 用水果有没有 这一类 其实简单讲也是寒凉啦 这个也是在谈成分的 不要 就不用一一批驳了啦 最主要还有一个 必须要厘清的 就是疫苗 哇 这里好像也争论蛮多的 有人说要打疫苗 有人说不需要打疫苗 有没有 那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打疫苗是医疗还是保健 认为医疗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保健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就糊里糊涂打了 是吧 好 这个问题很重大 你如果从疫苗的制作 它是谈成分喔 照理应该是医疗喔 对吧 整个结果 然后它又含凉啊 绝对不可能保健嘛 这一图就很明显了 但是偏偏西医自己说 打疫苗不能致病 它是要产生抗体 来预防下一次同样类型的 流行性感冒病毒 续境这一类的 有没有 尤其是病毒 那很明显的 它是智慧病 如果以中医智慧病的 因为医学一定是智乙病 有没有我们一开始 因为病苦折磨人 有没有 甚至会危及生命 所以它必须具有数项 而不是说你现在没有病 打了来预防未来的病 那智慧病就是保健的概念 而非医疗的概念 那你自己说了 本身的话就怎么样 矛盾啊 那为什么他们讲话自己矛盾 颠三倒四的 很简单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保健的概念 然后应生出一个保健的概念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 那简单的讲 那既然这样说 疫苗 是不是医疗 他们西医自己说 不是 那如果他们说是保健 你认为它有保健功能吗 没有啊 因为它含粮 含粮怎么会有保健呢 你要增强抵力抵抗力 自医力免疫力修复力 那一定是要体力变好啊 打疫苗不会变好的 有人打了当场就生病了 甚至变植物人的我也听过 甚至就那个疗也有耶 每年都一定会发生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含粮啊 那简单的讲 那简单的讲 这样就可以做结论了 疫苗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所以西医从它的成分之说 一路来唯独只剩仅存的西药 是医疗 这样你们厘清了喔 哇这个养生概念是这么重要 结果大家糊里糊涂的 就这样乱吃了 什么生机饮食也吃 酸碱平衡也跟人家臭意讲 然后维他命ABCD买来一大堆 自己也不知道在吃保健 还是在吃医疗 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吧 还怎么都不敢讲 是很沮丧是吗 我讲到你们的痛处吗 有吗 好 那要不要吃很简单 我后面还有一句话 让你们彻底的了解 来继续看下去 更何况含良性药匙 会耗损热能减弱体力 若当医疗或保健 长期服用 反乘伤身致病之源 而得不偿失 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啊 我访问你们啊 这个结论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好 我们再来谈 西医这个概念 其实它是独霸的 我说不上来 为什么人们就这样完全屈服了 真的没有人像我这样 可以看出真相吗 我真的很难想象 真的很难想象 而且西医他们现在是 不只要巩固他们成分之说 而且对中医是指指点点 你们知道吗 比如他们说 人生不可酒尖 为什么 因为酒尖会破坏里面的成分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这个是他们讲的 现在很多中医师也听了 他们的报告 竟然也跟他们讲 讲法一样 那这个 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耶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他们两个医学是不可能整合的 因为一讲出来 就要翻脸了 除非一个人怎么样 已经不敢跟对方翻脸 就臣服 他讲什么 是是是 那这样就可以和平相处 那所以比如说 有一些中医就说 哎呀 好 那我们人生 以后不要煮太久 40分钟就可以 那他的思维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是西方派来的了 绝对不是纯中医了 你看纯中医他最重视的是怎么样 药性 尤其那个为了改变他的药性 还特别着重在泡脂肪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在吃四物汤里面 四物里面有一位叫做熟地 熟地是什么来的 熟地是温补的哦 但他是从什么制作 他是由生地来的 生地往来的 那生地是温的还是凉的 是寒凉的啊 那寒凉为什么能变补呢 很简单 他经过久针久散 煮针过 这样搞过九次针还是散 那这个药性就变成怎么样 温热了 所以中医他的最大特色 就是改变药性 大家很多不知道 不是改变成分啦 是改变药性啊 这才是中医的精华 所以中医如果跟人家凑一角 说成分 那绝对是 已经被判 被判中医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啊 好 那你看哦 西医对着中医这样讲 中医如果既然不敢吭声 那就代表中医完了 西医真的讲了 中医也真的不吭声了 所以你说我怎么办 我只有离开中医了 要不然怎么办 但是还有一点 我现在比较难过的是 我一些健康 一些节目 我几乎很少打开电视来看 不看 因为有时候看了很难过 为什么 邀请一些中医博士来 然后来谈的 既然开口 你们要多吃水果 啊惨了 啊水果 都是含粮的 竟然叫人家多吃水果 说水果里面很多 营养成分在啊 我们一定要多摄取 这样营养才能均衡 这个是中医的言论吗 是不是 你们听到这里 这种说法是中医还是西医的 西医 所以简单讲 这是西医派来的间谍 他穿着中医的跑 说是中医博士 根本就是西医派来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 哇 那就惨了 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中医朋友 我还是会保持距离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西医派来的 还是纯中医 因为现在纯中医 大部分已经阵亡了 理由很简单 因为中医他 读了那么多年的中医 中医的书 现在在台湾要拿到中医的牌 还是要读西医 那最后经过洗脑之后 他出来的时候 已经不中不息了 真正谈中医的是谁 就是只有我 然后他们又不认合我 我到现在还坚守着 药性这个阵地 绝不撤退 但我已经看旁边的都阵亡了 所以我只能怎样保持距离 然后没有阵亡 很可能是西医派来的间谍 所以我连节目都不敢看了 养生节目我也不敢看了 所以啊 大陆要说复兴中医啊 他如果没有抓住 这一点最根本的 中医绝对不可能复兴的 他如果没有谨守着这个药性 他绝对会沉沦的 所以古代的养生一定是吃什么 补中益气啦 食权大补啦 这才是真正的补啊 这才是真的保健 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这才是你们做叶子的时候 应该吃的东西啦 不是去吃维他命ABCD啦 喝果汁啦 绝对不是这样的 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沉沦 经过这样一讲 你们到底是有在温补还是在寒凉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严禁于此 应该你们听懂了吧 听懂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所以这一节我从头铺牌到这里 这里应该算是一个结论 好 那接下来的文字不难 我就不再解释了 你们好好读啊 但很重要啊 只要要解释的我才在讲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温热性食物 它是怎么回事 好